作者 望雨 由丧子为您播讲 两天之后 天渊城中 一座直通某地的传送法阵突然亮了起来 两道人影在法阵中心处一闪的不见了踪影 与此同时 远离天渊城不知多远处的另一座大型城市的某个殿堂当中 嗡名声大起 一座小型的看护的传送法阵 白光大放起来 站在附近正随意交谈的几名持歌的假士 顿时一惊 都转头望了过去 虽然此传送阵被城中高阶存在十分看重 平常不但多加维护 看守也异常严密 但是高昂的天价传送费用 让真正使用此传送阵的人却是寥寥无几 一年当中也不知道能碰上几次而已 但是每一次动用传送阵 自然也不可能是中低阶的修士 故而啊 这几名金丹妻的修士 眼见法阵中心处 出现两道人影 马上笔直地站好 纷纷表现出恭敬之色 传送出来的一个青年 目光一扫 冲着一个假士淡淡问道 这里可是风临城 假士恭敬地回答 回禀前辈 此地正是风临城 欢迎前辈到达本城 这两个人早已用神念扫过眼前这俩 根本无法看出修为的深浅 自然不敢怠慢 青年笑了一下 既然是风临城就好 说完 不再理会这几名假士 带着另外一名肌肤如玉的洁白女子 走出了法阵 直奔大门而去 这两个人呢 自然就是从天渊城传送过来的 韩丽和许仙子了 虽然许家并非在风临城 但是这已经是可传送的 离许家最近的城市了 韩丽两个人经过数层守卫 终于走出了传送大殿 结果眼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青石广场 广场简朴异常 除了一块块青色的巨大地砖之外 就再无其他任何惹眼的装饰了 但是广场四周呢 有一些类似于阁楼殿堂般的其他建筑 附近几对来回巡逻的假士之外 并无其他修饰走动 韩丽的神念再往远处一放下 神色微微一动 这广场啊 竟然修建在一座千余丈山峰的山腰处 在山腰四周呢 则是密密麻麻的房屋和一排排 整齐异常的街道 身上一片青霞翼卷飞出 将自己连同身旁的女子一包而下 立刻化作一道惊鸿 破空离去了 山顶宫殿的某间偏厅 三明恋虚妻修士 正坐在一张摆满邻国韭菜的长桌旁 一副交谈甚欢的样子 但是片刻之后 他们却面面相去起来 目光中都有吃惊之色闪动 一个造跑老者 喃喃自语一句 怎么回事 刚才那股强大的神念 是哪位合体器的前辈 突然到了本城吗 另一个套着一件白甲的中年男子 也有些惊疑 从神念的强度啊 看来恐怕真是合体级修士 传送到本城了 就是不知道 是圣皇的几位大人 还是天渊城的长老啊 第三名修士 是一个扎着金灿灿头戴的青年 用颇为肯定的语气说道 据我所知 圣皇身边的几名大人 一直都在天渊圣城 准备忙碌一件大事 不可能分身到达本城来的 应该是天渊城中的某位长老吧 造跑老者长吐一口气 脸上神色未知一缓 哦 那既是天渊城的长老来 肯定只是路过本城 看他一副匆忙上路的模样 我等也无需专门过去拜见了 白甲中年男子 似乎还有些不安心 不过 风铃城在天渊镜中也算是偏僻之处了 这位天渊城的长老到达此地做什么呢 哎 这些合体积存在原本就是神出鬼没 只要不是冲着我等来的又何必多管闲事 我可巴不得这位立刻远离本城啊 哎 话虽如此不假 不过还是吩咐下去 让下边的人这段时间全给我小心翼二 别真给我等兄弟惹出什么大麻烦了呀 造跑老者十分稳重 略想一下凝重的说道 白甲中年人文言连连点头 大哥之言有理 即使不是圣城那几位 我们也不受天渊城管制 但也是合体积存在 多加小心总是没错 这三人一番交谈之下啊 口气竟有些个怀鬼胎 似乎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另一边呢 韩丽自然不知道 自己这一番传颂啊 竟让城中的三位正负城主 有些作贼心虚 韩丽在许仙宇的指引下 一飞离枫林城之后啊 一路向南飞驰而去 按照此女此言 虽然这里已经是 离许家最近的修士城市了 但是距离许家真正的七夕之地 还足足有岳许的距离 不然没多久 韩丽放出了一只飞车 两个人都坐在上面 让其自行在空中击舍行驶 显然此地颇为的偏僻 一离开枫林城数十万里之后 地面就罕见 还有普通人族出现 即使偶尔有那么一两座 小型的城镇 也是凡人和修士 混杂一起生活的样子 不过等十余天之后 地面就全是 一层层的丘陵地狱了 除了在一些峡谷中 能偶尔见到一些兽群之外 就再无任何活物的踪影 更让韩丽有些意外的呀 这些丘陵呢 虽然不能说一点灵气都没有 但是与其他地方相比 灵气明显稀薄得多 至于灵脉的踪影呢 飞行这么多天 更是一条都没见到 韩丽终于忍不住地 问出了一句 你们许家 怎么会选择这种地方建立家族呢 请书晚辈卖个关子 前辈不久之后 也就清楚其中缘由了 许千语焉然一笑 竟然露出一丝神秘的说道 韩丽心中啊 还真是有几分好奇 但是面上没有露出 丝毫异色来 是吗 那韩某到时候 也能真见识一二了 这般一口气飞行了 十几日之后 下方原本黄中带绿的丘陵啊 竟开始有些发红起来 无论山石泥土 还是一些生长的植物 竟然微微泛红起来 开始的时候 韩丽还没有在意此事 但是再往前飞行了几日之后 整个大地都彻底的 变成了一片黄红之色后 韩丽神情终于有些动容了 在神念往下方地面 仔细地扫视了几遍之后 韩丽目光中露出了几丝 若有所思之色来 许千语轻笑起来说道 看来前辈终于明白了 原来如此啊 这里竟然有一条 储量不低的金铜矿脉 怪不得宁愿牺牲一些灵气方面的损失 也要在此地修建家族呢 前辈明见 我们许家万年前 来到此地的时候 也是为了是否要把家族根本设到此地 着实争议了一番 最终还是族中几位书祖下了决心 结果族中固然从此富甲一方 但是门人弟子的修炼 也的确受到了些影响 其中的得失 其实很难说 韩丽听了点点头 但目光闪动 没有再接口什么 女子自然便识趣的 不再打扰韩丽了 数日之后 远处天边尽头处 终于现出了一片葱绿之色 迎面扑类的灵气 让韩丽不禁精神一震 直到许家终于到了 果然没有多久之后 一片葱绿异常的小型山脉 陷在眼前 山脉中虽然只有一条 普通的灵脉 但也足以让此地的灵气 和四周相比 是天壤之别了 而在山脉上的 十几座高峰上 修有密密麻麻的各种建筑 这些山峰之间 还隐隐有些 玄妙的波动存在 明显有一些厉害的 法阵禁止 飞车在山脉附近的 高空中一个盘旋 徐千宇在飞车中轻声的请示说道 前辈 许家到了 我先通知父卫一声 让家父迎接前辈吧 这儿就是许家 果然找了一处好地方 我就在这里等上一等吧 韩丽 神念往山脉中一扫而过 脸上陷出一丝异色 因为飞车明目张胆停在空中 自然早被下方山脉中 警戒的许家修时发现了 当即 静止波动一起 十几道顿光 从各个山峰中 积射出来 颇有些来者不善的样子 而许仙宇 在得到韩丽允许下 不再迟疑什么 立刻顿光一起 化作一道白红 向那些 本家族修士 积射而去 结果几个闪动之后 两者 聚集到一起 显然 许家修士都认得 这位自家的大小姐 光芒一脸 纷纷现出身形 其中 有老有少 有男有女 均面带惊喜之色 千语仙子 只是含笑地 和这些人 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就带着一杆人马 向下方山脉中落去了 韩丽则平静地 在飞车上站着 不慌不忙地等候着 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后 山脉中 响起了阵阵的 鲜悦之音 两对身穿 红白两色 宫装的妙龄女子 从一座山峰中飞出 虽然这些女子 修为都不过 金丹妻 筑基妻的模样 但个个是貌美如花 神态恭敬异常 而在这些 宫装女子身后飞出的 另有三人 其中 正是进去不久之后的 许千语 中间一个 则是一位 满面书卷之气的 白衣男子 另外一人 则是一位 满脸穷须 目光同龄般的 高大巨汉 两对宫装女子 在离飞车数十丈远时 翘生生地 停在了原处 白衣男子三人 则丝毫不停 一口气飞到 韩丽的近前 才停顿下来 晚辈许娇 拜见韩前辈 许家未能出门远迎 还望恕罪啊 这白衣男子 不过三十来岁的样子 容貌普普通通 但是一身化神 后期的修为 倒也是不弱了 他面对韩丽时 急忙躬身失礼 表现得十分恭敬 晚辈许鲁 也参见前辈 那名巨汉 也有化神中期的修为 同样大礼相见 韩丽的目光 在白衣男子身上一扫 不动声色地说道 许娇道友 就是许家主事之人吗 是的 前辈 晚辈之长 许家族长之位 已有千年之久了 那我这次的来意 千语道友和许组长 提起一二了吧 小女的确说了一些 前辈竟然是为了 先祖之事而来 实在让许家感激不尽 不过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前辈请随晚辈 到族中一谈吧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